首先我们来处理这个沙公 沙公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刺它的话 先做一下清洁的动作 清洁的部分我们就是 依照表面的部分 先大概去用这种类似 这种比较粗面的菜瓜布 去清洁它 然后把它的那个脚 跟身体的部分 稍微去做一些 把表面的东西给刮除掉 那翻过来的部分 注意看就是说 这个区块 其实我大致上有清洁过 只是说这个部分 还是要教各位一下 就是它清洁的部分 那小心去清洁它的区块的话 不要去被它的一些脚的刺 不小心去给它刺到 那如果清洗会害怕的话 我们就先可以把它剪掉 用剪刀啊 可以把这个先刺刺的地方 先稍微剪掉 去清洁它也可以 但是因为你比较熟的话 你就可能不要去剪它 因为也比较麻烦 好 那我们大概清洁的重点的部分 或者在这一块 因为我基本上这边的话 已经刷干净了 好 那我们可以运用这样的形式 这个手法去清洁它 好 再翻过来一样呢 翻过这个面一样 就是稍微把它的大脚先辅住 然后这边也可以刷一刷 OK 这边刷一刷 小心这边很刺 尽量不要去刺到它 好 大概清洁的动作的部分 好 清洁的部分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要怎么把它做分解 好 那什么部分 哪一个部位可以吃 不能吃 我们稍微来做一下介绍 现在的话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先把它的这个 算它的正面的盖子 把它打开 那打开的方式呢 其实一般人用手 是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来教一下 就是说 这边其实 如果用手的部分 这边可以稍微压一下它 好 把它压进去 然后再做 扳开的动作 但是 可能质量会比较吃力 所以呢 我们就拿刀子来做辅助 好 刀子的部分 就是我们用它这个区块 好 但是呢 手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那从这个顺势啊 把它用进去 会听到卡一声 好 然后稍微把它就是 就是往内扳 好 大概有一个开的动作了 好 我们就很可以有 很轻易的可以用手这样直接扳开来 好 OK 那这部分呢 它就是它的一些 呃 泻膏的部分 好 那 我们主要就是说 我们也是 既然打开了 也是要做一下清洁的部分 那就是清洁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剪刀的这个 剪刀的部分 那 这个区块 好 这个区块 那小心在做处理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去 尽量不要去碰到那个泻膏的一个结构点 不然就没有办法品尝到美味了 好 那我们稍微把它剪开 好 这边把它 做一下清理 把它 好 OK 那 你看到这样的部分啊 好 我们可以稍微冲一下 因为它有一些可能比较脏污的地方 好 稍微先冲一下 把它冲掉 那 水不要开太大 好 稍微去清洁它 好 它的泻膏一样不会掉 好 那这个部分的区块清洁就搞定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身体 主要身体的部分 好 主要身体的部分 你又看到这个塞的部分是 不需要的 好 如果你不敢用手的话 我们今天也是 直接用 比如说 剪刀来做一下处理 好 直接剪一剪就可以 就可以了 好 还有 接下来是这个区块 好 这个区块 我们一样一并做清理掉 因为我们不会去吃它 那 基本上它也没有肉 所以说 也蛮脏的 我们就把它一并清理掉 好 另外一边的那个 筛 塞的部分我们也做处理完了 好 然后最主要是这边还有一块 一块东西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脏的地方 我们一样把它简易的做一下清理 好 因为毕竟这边是嘴巴吃的啦 怕说它有涵盖一些比较不好的杂物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剪药已经清理完毕了 但是你会看到就是说 这个区块还是有点比较不干净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还没打开 所以清理不到它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水跟手的部分去做处理就可以了 在冲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比较小心一点哦 你注意看就是它有一块很比较不干净的地方 我们一定把它去除掉 稍微两边去用手去感受一下 它就是比较脏的地方把它切掉 因为这样吃的话会比较健康一点 好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 翻到背 其实背面还有一块这个 它的一个背面的一个盖子 它这里面其实我们也不会去吃它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要把它拿掉 拿掉的部分可能 像我刚刚就是一直摸 我不知道它的点 那方法就是说 它其实是可以弯曲的 就是手一压 这边重复一下 这边的手一压 所以它就起来了 起来的部分 你会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它 那个我们要清蒸嘛 那清蒸的部分 可能事先要先准备的像这种冲段 然后呢 这是蒜头也是要把它切碎 然后还有姜也是要切碎 那平均的去分配在这个螃蟹的里面 那因为壳的部分这样在下面 因为它刚好又可以去承接一些 我们等一下摆盘的时候的那个上面的那个螃蟹上面的一些精华会就是整个都会渗透下来 会呈在这里面 那也可以拿来当作是一些料理用的 可能比如说煮海鲜粥啦 或者是一些海鲜相关的料理可以去运用的汤头 它也会有带小的一些鲜味 然后再来就是螃蟹的角 我们就是要把它拔下来 我们就是要把它拔下来 在清蒸之前 我们要把它拔下来 然后呢用这个刀背 把它大概敲一下 那等会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 它比较会入味 然后也比较在事后的时候 我们要去吃它的时候 比较好去做一个拆解的动作 像这样子把它敲裂就好了 不一定要把它敲到整个破碎 那敲裂的话 像这样子有敲裂的痕迹就好了 在我们在料理的时候 在吃的过程 料理以外它会入味 吃的时候比较好去把它那个取出肉的部分 大概就会这样整支就会裂开 然后另外一支脚也是 完整的 我给你帮你帮我倒露了 大概都有敲过之后 我们就进行把它放进来 这个摆盘的作业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尽量就是让它的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盘子内部 然后再放进来 然后再下去做一个 蒸熟的动作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好 OK 谢谢